鬼无法被杀死 能对付鬼的只有鬼 洞察鬼的规律 三句话清晰的写在黑板上 老草却又清晰 可见这周正写字的时候用力很大 淡婉自习的学生们却是面面相去 这个人真的是来讲课的吗 不会是哪个地方跑出来的神经病吧 完全就是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来糊弄人啊 有学生在底下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的话 也有的学生开始小声议论 甚至都嬉笑有声 显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将这个周正的话放在心上 唯独杨坚脸色有些凝重 因为昨天那个论坛里的故事 还有那张照片让他感觉很不安 再加上这人古怪的一席话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正在发生一些自己不知道的变化吗 周正写下三句话之后 并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而是用那憔悴不满血丝的眼神打亮着所有人 同学们 接下来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者身边发生了什么古怪事情的话 可以询问我 我会为你们解答 如果没有什么要问的 那么今日的这堂安全讲课到此为止 只是一个要询问的学会都没有 要不要问一问他那个老人照片的情况 杨坚神色一动摸出手机 打开那个论坛 再次翻到了那个老人的照片 可就在他犹豫的时候 教室内的灯光突然暗淡了下来 整个教室变得有些昏暗了 嗯 讲台上的周正神色微动 立刻变得十分警惕起来 杨坚也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看 可是当他不经意间透过玻璃窗看见教室走廊外的一个人影时 瞬间睁大了眼睛 浑身下意识地紧绷起来 一股极度的恐惧从心中涌了出来 并且很快地笼罩全身 这一刻他的身体甚至都失去了知觉 窗外 一个身穿黑色长衫 脸上布满尸般的老人将直地站在那里 一双灰白 死寂的眼神不带一丝神采的看向教室 如一具冰冷的尸体直挺挺地立在那里 而在那老人的周围 漆黑一片 不带一丝光亮 走廊的灯光这个时候仿佛已经彻底熄灭了 一股浓浓的黑暗如水银一般迅速地向着教室内侵蚀而来 靠近老人的墙壁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化下去 粉刷的崭新的墙面 一下子就像是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一样 开始布满青苔 墙皮发黑 斑驳落下 一股阴沉 腐败的味道逐渐弥漫开来 是论坛故事中的那个老人不可能 他怎么在这里 杨坚手掌因为过度用力有些发白 他死死地握住手机 手机的屏幕上正显示着那个老人的照片 和窗外的那个老人一模一样 只是窗外的那老人比图片中的更加可怕 随后他整个人惊吓得直接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因为太过激动的缘故 座椅都被他掀翻了 因为他的过激举动 一时间班上的其他同学骑刷刷地看着他 杨坚 你站起来做什么 还不赶紧坐下 别扰乱课堂纪律 后面的王老师剑刺喝了一声 但是杨坚此刻并没有听到一样 他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外的那个黑山老人 那个老人动了 僵直的身躯以一个机械式的方式转动着 灰白 死记得骇然眼睛 仿佛没有聚焦一般 只是麻木地跟着脑袋过去 哒 哒哒 清脆不带回音的脚步声在走廊外响起 隐约地传进了教室 他要走吗 杨坚浑身冒出冷汗 心中无比期待着这个老人能够离开这里 不要走进来 若是那个论坛里的故事是真的 那么这个老人一旦走进来的话后果不敢想象 可是事与愿违 那个老人没有走 他只是走了几步 最后站在了教室门前停了下来 杨坚 还不坐下 我的话你没有听见吗 安全讲课你也敢捣乱 王老师有些严厉起来 啊 这个时候一个女同学发出了一声尖叫 然后指着桌子上的书本吓得说不出话来 却见他面前课桌上的书本迅速的泛黄 然后发霉 接着腐烂最后成为了一堆黑漆漆的腐烂之物 好臭 苏磊 你桌子上怎么会有一坨响 张伟捏着鼻子道 不可能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出现鬼欲 但是旁边一个男同学脸色铁青 整个人猛的站了起来 迅速的后退了好几步 方静 你鬼叫什么 王老师很是生气 今天晚自习上班上平时比较自律的同学一个个都怎么了 讲台上的周正眼睛一眯 浑身充满警惕 之前的憔悴之色一扫而空 整个人就像是一头出笼的猛兽 变得有些暴力和凶猛起来 他盯着方静 方静却露出了不符合常人的冷静 看来你知道的东西不少 你也是遇鬼者 周正道 周正 这是我的事情你不用管 随后方静又一脸凶狠的盯着阳间 都是你这个家伙一切都是你带来的 我真应该早点弄死你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未来的你太可怕了 杨坚有些疑惑的看着方静 不理解他的一番话 但他心中更加在意的是站在教室门外的那个黑山老人 其他同学听到这话震惊了 卧曹 方静 你刚才的一番话差点吓到我了 什么遇鬼者 什么未来 你们说的太深奥了 我完全听不懂啊 有没有人可以替我解释解释 方静似乎知道内幕 大腿啊 求照顾 我隐约觉得周围有点不对劲了 不知道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这样 完蛋 完蛋 今天是怎么了 一个个脑子都不正常了 是我跟不上时代 还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话说我的书本怎么也变成一坨翔了 这些说话的同学面对已经发生的古怪事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降临了 只是好奇甚至有些兴奋和激动 突然 东 东东 沉闷清晰 如扣机在每个人心脏上的敲门声骤然响起 带着一种近乎于诡异的音调 传进了教室 这一刻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什么东西给掐住了 有种摁在水底呼吸不了的压抑 是那个敲门声 一模一样 杨坚心中一颤 这和论坛里那个音频文件之中传出来的声音一模一样 只是现场听见更加清晰而已 周正脸色格外凝重 他拿起了一个特别的电话紧急按了一个键 电话那头立刻就接通了 周正吗 报告情况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我这里发生了灵异事件 周正立刻道 已经记录了 电话那头的语速很快 能对付吗 周正道 那鬼已经形成了鬼欲 开始对我所在的位置产生影响了 外面看不见了灯光 估计鬼欲的范围比我想象中的要大 鬼欲吗 事态升级 不是你能对付的 还请迅速撤退 以你现在的状态 在使用鬼的力量很危险 到时候你所在的地方可能就不止一只鬼了 而是两只 我建议你撤退 虽然你的极限快到了 但即便是你拼了性命说不定连一个人都救不了 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道 周正道 没时间了 我距离那玩意不到五米 就在教室门外 甚至有可能已经盯上我了 接下来我会保持通讯 如果断了 就说明我已经死了 遗书还请替我转交给我父母 就这样 我要开始行动了 咚 咚咚 沉闷 压抑的敲门声依然在外面响起 异常 两短 并且以一个固定的敲门频率 不断地扣打着教室门 王老师 有人敲门 有不知情况的学生喊道 王老师有些迟疑 但是看周正的样子似乎是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 但忍不住心中好奇 还是打开教室的后门 走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敲门 别出去 周正急忙喊道 可是他说话的时候已经晚了 王老师已经走了出去 但诡异的是 王老师刚刚开门出去 仿佛一个眨眼的功夫就没有了踪迹 是的 不见了 教室门外漆黑一片 浓浓的黑暗似乎能吞没任何一丝光亮 王老师走了出去便再也没有了动静 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传来 就像是整个人已经凭空消失了一样 而且随着教室门打开 外面的黑暗如浓浓的黑雾一般迅速地渗透了进来 不断地侵蚀教室内的空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